各位業界先進 各位朋友們大家午安 那待會的話是我們CATT的計劃 待會的話我們會依照這個時間點的部分 來跟各位做說明的部分 是在102年跟101年的一個部分 那首先呢 我們在這個計劃 CATT這個計劃我們其實是從民國 從89年的時候 在整個在傳統產業這一塊的話 我們的一個傳統產業振興方案的部分 所以我們這個計劃已經執行了大概約末10餘年的部分 那這10餘年的部分的話 我們在近3年的政策支持上面的話 其中包含了第一個在於關鍵產品的這個計劃 來希望能夠運用一些新產品的一些結構 來讓各位能夠有一個新產品的一個發展 所以我們支持所謂的一個規劃在2015年2020年 以後的一些產品上面的一個規格 再來就是因應貿易自由化的部分 所以貿易自由化的部分的話 我們其實針對上述的這20幾個產業呢 我們希望能夠以優先支持的部分 來加強輔導受ECFA影響的產業 再來這兩個部分的話 所謂的優質評價跟中間企業部分的話 也是我們今年新的任務 那待會的話我們會再跟各位做一個說明 那這整個在101年到102年最大轉變的部分的話 請各位特別注意的地方是第一個我們在申請需支的部分的話 以前我們在講CITD的計劃的話主要是公司法所設立的民營公司 所以您必須要有公司登記 在102年的部分的話我們即將要調整的部分 我們可以讓您有商業登記 也就是如果您本身是工廠或者是企業社 這些只要有銀燈就可以來申請我們計劃 這是第一個但是呢請各位特別注意 我們還是要有工廠登記 就是您必須要符合製造業 要有合法的工廠登記 第二個就是您要是技術服務業 待會會跟各位做一個說明 這個是第一個很大的調整 所以說如果各位方便的話 可以幫我打個五個星星很重要 因為從此之後CITD計劃就是商業登記以上就可以申請了 第二個部分的話 第二個部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的話這整個部分 我們在整個優先企業這一塊的話 我們已經做了調整 在以前的話我們在ECFA跟關鍵企業的部分 那現在的話我們增加優質評價跟中間企業的部分 第三個部分也是對各位一界線性 如果目前您任職的部分是學校單位 法人或者是研究機構的話 以前的部分我們在研發聯盟部分的話 是請各位在計轉單位的部分出現 那現在目前的話我們可以讓 等於說我們上述所講的大罪院校 法人研究機構的部分的話 可以共同申請 但是主導的廠商必須要是業者 也就是說今天您三家申請的時候 您可以找一個法人或找一個顧問 找一個法人找一個學校或找一個研究機構 來進行整體的研發 這部分的話是針對於研發聯盟的一個調整的部分 再來的話就是我們自酬款的部分 以前我們會說只要您的自酬款不要超過個案計畫的50% 補助款不能超過50%的部分 那我們現在多了一條部分的話 請各位特別注意 未來您要申請計畫要看一下您的計畫書的部分 您的自酬款的部分應該要小於公司的10收資本額 所以公司就是在於整個補助款小於等於自酬款小於等於10收資本額的部分 這要跟各位做特別的報告等於說以後各位在算您的補助款跟自酬款的時候 必須要考慮到這個 另外呢在計畫開始日期的部分的話 以前的話我們都會說是以所謂的計畫審議會議 也就是說類主召集人聯席會議次日為準 所以各位以前計畫可能我們在3月份才整體審完 3月初的時候才跟您說您獲得補助了 那您的計畫的時間點是從那個時間點開始編列 那未來呢 我們如果說我們明年度的申請須支的公告是1月15號截止收件的話 那各位的計畫開始日期全部都可以寫1月16號 那未來通過的時候您的經費的追溯時間可以就到1月16號 這段時間就可以開始報支了 這個部分的話是針對這從101年到102年 我先跳來跟各位來做說明這一塊在CITD在102年很大的一個改變喔 接下來我們講到說其實在座各位可能知道說CITD總共有分為 產品開發產品設計跟研發聯盟 產品開發的部分的話我們先就補助標例來看的話 請各位特別注意一下我們的標準特別是在跟國內一般水準的比較 跟國內一般水準比較怎麼說呢 因為基本上我們在這個行業間的話 譬如說我要做這支雷射筆的時候 到底您要比的這個雷射筆的廠商 到底您是要比他的雷射射出去的規格 還是要比他的耗電能力 這個的話完全怎麼做一個比較 都是由您自己計畫書上面來去撰寫的比較標準 來去跟委員去強調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獨特性 第二件事情是差異化 第三件事情是市場到底能不能接受這件事情 這三件事情是在我們CITD裡面 不管是哪不管是三類別 哪一個類別 我們的委員特別重視就是 你這個產品出來之後 第一個獨特性 第二個差異化 第三個就是市場能不能接受 那這三個的比較標準 也就是您所定的所謂的國內一般水準到底在哪裡 您怎麼去超越它 再來的話它的補助上限是200萬 新台幣200萬委員會上限 那優先補助的部分的話 基本上的話 是在ECFA關鍵產品 以及中間企業跟中間產業輔導對象 這部分的話 待會兒會跟各位再做一個說明 那一般執行期限的話 也一年為上限 那這邊也是跟各位先去做說明的部分 就是說 以往來說 在CITD1020的公告 目前是這樣的規劃 是在今年的12月1號開始收件 收到隔年1月15號 那這部分的話 所以說 如果您是參加這一期次的業者的話 您的結案日期是在102年的11月30 102年的11月30 所以一般的話 我們是以執行期限大概是一年為原則的部分 那這邊的話我們就要看到補助對象 請各位特別注意一下 一定是公司法所設立的民營公司 或者是商業登記 但是您的營業項目一定要有製造業 幫我做個筆記 它是C 在您的營業項目 在商業司的網站您可以上去查詢的時候 它的標準分類原則是C C大類 所以如果您是用C大類的進來的話 您必須要出示工廠登記 必須要有工廠登記 也就是今天如果你是A公司 我要拿我自己本身A公司的工廠登記證進來 第二個部分的話 您就是用技術服務業 技術服務業的話 在商業登記的部分的話是I ABCDEFGHI的I I類別的部分 主要有包含了像產品設計 顧問諮詢 諮詢軟體服務 一些相關的跟工業局相關的技術服務類 這部分的話是屬於這樣子 所以說待會我們所圍繞的這三個類別裡面 其實都要符合公司法所設立的民營公司 或商業登記 那本身銀燈裡面必須要是製造業 或是及其相關技術服務業 這部分的部分 那所以說我們今天如果您進到 產品開發類別的時候 請您特別注意 一定要幫我們再選八大算類組 這八大類組怎麼說呢 先各位各位報告一下 這八大類組就是說 第一個我們在網站上面 會公 已經在網站上面有公告說 例如說歷年來講 它整個網站 來進到這個類組來 大概的一個產品分類 那我們在102年同時會公告新的 基本上的話我們會看到民生食品 我舉例民生食品這部分的話 它可能就是做吃的 或者是喝的 這一些食品類的部分 那金屬材料金屬基墊呢 金屬基墊有可能做的是馬達工具機 材料的部分有可能做的是鑄造的部分 一些複合材料相關的部分 這些東西為什麼會講到 這邊會特別講到是因為 各位在申請產品開發 因為是要開發新產品 所以開發新產品的過程中 你一定要自己挑好類組 因為當就很像大學聯考一樣 你一挑好類組之後 您就跟這一個類組的業者做比賽了 那如果說我們一知道整個立法院的經費 以及核算下來之後 所以我們會拉出一條線 為什麼我們會說 每次會業者會跟我說 到底今年的補助狀況是怎麼樣 跟各位講真的 我們其實都不太會知道狀況是怎樣 因為我們一定要審到最後一案 因為我們強調的是 委員會去做排序 他會譬如說今天金屬材料類組的話 如果說有20個來報名 我用這樣比較簡單的計算 20個來報名 然後金屬基墊可能有10家來報名的時候 您如果申請的是材料類組的話 您就跟這20家的業者做比賽 那如果說您今天申請的金屬基墊類組的話 您就跟這10家業者做比賽 那當我們的這一條補助線 一拉出來的時候 譬如說我們補助比例是40% 那也就是說 20家的40% 大概8家會過 那如果說是金屬基墊類組 它有10家嘛 所以40%是4家業者會過 所以說請各位特別注意一下 今天您申請的核心價值的那一個產品 它的核心價值 它的核心規格 我們譬如說 如果說您今天申請的是金屬 民生紡織類組 您應該要去跟委員訴求的是 紡織相關的查核點跟查核規格 讓他們聽得懂 再來如果您申請的是金屬基墊類組的話 您應該是用金屬基墊的語言 譬如說像精度轉速或者馬達效率相關的部分 來跟它做訴求 所以請各位特別注意一下 如果今天您要申請產品開發類別的時候 您必須要去注意的部分 那這邊為什麼會特別圈起來叫技術服務類組呢 技術服務類組如果您要申請的話 它一定是對製造業有相關技術服務的 就譬如說您今天如果申請這個類組的話 我今天如果是工具機廠商我是製造業 可是我已經有很多的know-how 針對什麼呢 針對可能噪音 它可以去偵測說到底哪一台工具機有壞掉 那它有一個know-how 它成立一個部門 它用這個部門去做額外的一個 想說開發一個新的平台跟一個服務功能的話 它是申請這個類組 所以說今天如果您是申請的是產品 開發的標的是產品的話 請您從金屬材料一直到民生食品這一塊去做比較 那如果您是做我們剛剛所講的 你今天已經有一些相關的know-how 要去幫忙製造業來做相關的平台研發 或者是相關的服務創新的話 您是投的是技術服務類組這一塊 好在下的話我們看到產品設計這部分 有分兩條路 第一條路的話 如果今天我們剛剛講的您是用製造業資格 是用C C大類然後帶著您的工廠登記進來的話 您必須還要再加上兩個單位 第一個單位是設計單位 為什麼這個原由是因為說我們其實考量到說 製造業通常來說可能在設計能量的部分 我們必須要加值的部分 所以我們在這個計畫裡面的話 您必須要 比如說我右手要簽一個設計單位 那這個設計單位的話 只要它具有設計能量 無論是法人公司或者是學校都可以 那我左手要簽的是什麼呢 顧問諮詢單位 這個顧問諮詢單位的話 它可以協助您在設計過程中 有些諮詢的角色 那這個地方呢 一定要是經濟部所合可的法人單位 所以您必須要這樣子簽 在計畫書的時候 一定要寫完這兩個單位之後 才能過來申請 那申請的時候 請您在這邊的話 請特別注意一下 它的一些相關的申請的一個限制 那如果今天 如果我們走的是技術服務業 資格來申請的話 您就是自行申請 就可以不用您的申請序字上 您的申請表格上面 就不用有設計單位 跟顧問諮詢單位 這兩塊 那它設計標的主要是在做什麼呢 主要做的是時尚設計 所以說舉凡代包廂 跟時尚設計的部分的話 都會在這裡 另外的部分的話 就是我們講的工業設計這一塊 包含商品化設計 也就是說 如果您要幫一個工具機廠 設計它的新的工具機 包含人營工程 包含機構設計 包含了一些通用設計 這都包含在裡面 所以說如果今天 如果您是製造業 想要進行一些 既有產品的一些改良 美學價值的改良的話 也是在這一塊 那我們來看它的補助金額是50萬元 那優先補助的範圍 那這一塊我們考量到說 它的工作其實基本上 基本上在於整個loading上面都會在設計公司 跟整個顧問諮詢單位為主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是以六個月執行為原則 那我們剛剛講如果是1月15號收件截止的話 它的執行期間就會從1月16號到8月30 這是第一梯次 8月31對不起 是第一梯次的部分 第二梯次的話 待會我會跟各位再說說明 可能第二梯次落的落點在哪裡 這是在產品設計的部分 在研發聯盟部分 請各位特別注意一下 研發聯盟部分的話 一定是要針對您這個計畫 一定是要有共通性的一個發展 也就是說今天我譬如拿 我們之前拿的一個案例就是鞋子好了 那今天這個鞋子呢 基本上它會 比如說它早上游做布料的開發 它可能開發一個新款的 一個可能吸濕排汗的布料 給鞋財廠商做鞋子 那這個鞋子呢 它有一些人員工程的設計 到後面呢 它有個大底 就是我們鞋底的那個大底 它做了一個可以 有一個比如說像支撐人的 一個人體工學的一個墊子 那基本上是上中下游的整合 或者是水平 水平比如說我找設計單位 我找一夜結盟 我做出一個新的不一樣的產品 所以它並不只是代工的行為 所以說基本上研發聯盟必須要 三家廠商都有三家廠商各自的產品 可是三家廠商各自的know how 可以結合成另外一個商品 能夠在這個產業界能夠產出 那它補助金額比較高是1000萬元 主導廠商我們考量到說 它在基本上溝通協調能力 所以我們可以讓它有250萬的部分 那申請的部分的話 是在這樣子的部分 那我們注意一下 其實今年度我們在局裡面有公告 目前正在規劃公告這9個產業為優先產業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優先產業呢 主要是跟各位提醒就是說 這部分是希望用局裡面 針對重年產業輔導的一個能力 來去做這一塊的部分 那這塊部分的話 必須要是三家以上的業者來做聯合申請 那我們剛剛所說的 您可以找一家法人或學校或研究機構來申請 但是只能一家 我們快速跳過一下就是我們待會 就是未來公告的時候 可能要請大家繳交的相關的資料 那這部分的話是我們的網址 那您都可以在網站上面看到我們相關的部分 那我們目前的話 整個102年的公告部分的話 我們已經正在工業局的流程中 那目前預計是即將會公告 我們還是會跟各位強調一下 公告時間的話是12月1號開始收件 收到隔年1月15號 那第二T4的部分 會在4月1號收到隔年的5月15號 這部分的話 那如果您相關繳交的收件認定的話 麻煩您參考一下 那這次我們大致上面的計畫書的內容 這邊跟各位特別注意一下 您必須一定是 您的產品一定是非量產 跟非在市場上販售的部分 再來就是這一條的部分 再來呢 我們這邊也請各位特別注意一下 就是說我們每T次一案為原則 那三年兩次的部分也請各位特別注意一下 這邊第九條的話 我們未來可能會跟各位收取您的資料保護同意書 好 在這邊的話 第17頁這邊的話 請各位特別注意一下 在第14條的部分 這是我們新做的改變 因為可能一些業者 之前有了解過我們這計畫 但是這一點 這是的確不一樣的部分 好 在18頁的部分 請各位特別幫我們留意一下 就是第五條的部分 在於銀行履約保證的這一塊的部分 這邊的話 請各位就後續就是想參一下 因為其實後面這部分的話 我們會覺得說各位在申請這個計畫來講的話 在申請階段會比較重要 所以這部分的話 這到時候我們在簽約計畫 我們在各位簽約的時候 我們會有相關的說明會 跟各位做說明 那這是經費編列的原則 基本上的話我們會強調是說 經費的話只有這六大項目 然後我們有便利的上限 請各位在便利的時候 一定要參考這個部分 那到時候如果有經費調整的時候 也要做相關的調整的部分 那我們主要的話 申請資格的部分的話 今天您提出申請之後 我們會進入申請資格 在書面委員進行查核之後 我們會請您到辦公室指定的場所 進行簡報 辦公室指定的場所進行簡報 這部分的話 請特別跟各位特別留意一下 我們的申請的一個流程 所以說各位 如果您獲得 您如果資格是通過的話 您都會進到我們審議會 來進行簡報的部分 那這是我們審查的一個排序比例 也請各位參考 那最後的話 我們會跳到說 其實會跟各位介紹一下說 其實我們的整個計畫 他們都是跟自己做比較 所以說呢 您一定要列出 您到底發生這個產業到底 這個產品到底發生什麼問題 那我們要用什麼創新性去解決 那解決之後 我們能夠帶出什麼樣的效益 那這是我們的100年的廠商 那這個的話 是在做所謂的平台上面的話 它這個產業到底要怎麼樣發展 那它用什麼樣的方式來去結合 到最後它的產出是什麼 這個的話 我們在每一年的 在各位手上的那片光碟片上面 我們都會有詳細的說明 那這也是產品設計的案例 那它到底為什麼 當初為什麼要有這個樣子 產品設計的一個方法 到後面為什麼 我做的是無毒的能力 我做的是一指都可以的能力 這樣子來做跟各位做一個說明 那以上呢 這是我們的報告 那我們計劃辦公室就在工業局的旁邊 那如果各位有什麼問題的話 我們都歡迎您各位來撥打我們電話 那我們待會外面都有我們的攤位 那請各位如果中午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做一個說明 謝謝